大家好,我是Mr.Edmond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HKDSC 2014 Mathematics Core of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3 請留以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曾理解我做這期影片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請來Posture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去到第三條 就是提及近似值 就會有三條給你 說說什麼叫做Decimal Places Decimal Places就是指數 AfterDecimal Point 小數點後的數字就是小數位 什麼叫做Decimal Figures 原理上很難解釋 不過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解釋 第一個有效數字就是左手邊數起 第一個Failing數字就是第一位有效數字 之後那些全部都是有效數字 OK 好,第一個叫做Round Up 一顆數字就叫做 1,2,3,4,5 就去到一個Stilificant Figures Round Up是什麼呢? Round Up Round Up其實就是上寫入法 就是不要管那麼多了 總之它最盡有多少 就不是採用4,4,5入 譬如說這裡有大概是123.45 那這個123.45 那這個123.45 我們就會把它上寫到一個Stilificant Figures 我們就說 無論後面那顆數字是否4寫還是不入 我們都是把它上寫一格 就由1升上2 所以就出現了200 第二個答案 Run Off Run Off 這個就真的4寫入 它說Correct to the nearest integer 那就是去到個位那裡 我們就要了 4寫入 4當然是寫的 所以這個Estimator Value 就會是123 那或者叫Apposimator Value 有些人 就是兩隻都可以的 那去到3 3 3就會是 Rundown Rundown 就是 Rundown to one decimal places One decimal place 那如果Rundown的話 我們就是 無論後面是什麼數字 我們都斬了尾就行了 那就是123.4 就會去到第一個Decimal Place 哎呀 那不應該加這個S My bad OK 好多謝大家收看 有什麼問題就找我 如果你喜歡幫我去Promote出去 那就多謝大家 多謝人受惠啦 好 我只能夠教導給你知識大神 卻教了你生命的 這節經文送給大家 有緣的留下是大家 教會相見 拜拜